周深的演唱会门票有多难抢 使得本人也抢不到的程度 之前就有粉丝调侃说 应该也让周深抢一抢 抢不到的话就不许进场 结果周深来了 周深真的来了 海头顶用两名工作人员的信息抢票 如果抢得到的话 那么这两名工作人员 每天就可以放假 你从里面抽两位同事 然后拿他们的信息在 抢票的平台上抢票 然后如果抢到了 那这次就可以不上班 在抢之前 周深那可是十分的自信 信誓旦旦的说 自己一定会抢到 别的咱先不说 就这个超级抢票松弛感 跟我当初抢票是一样一样的 结果呢 结果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就是我真的有参与吗 这是为什么 这什么意思 看不懂 没有 都不知道我参与了 这算参与了吗 参与了 参与了 好吧 原来是这种感觉 那既然说到了周深的演唱会 就不得不提一提 周深演唱会上的一些趣事 首先是跑男团的抽象 其中范畴中尤为闲言 打闹周深演唱会 导演姚一天无辜打枪 周深你个真敢说呀 周深还说到了自己录节目现状 只要有私名牌的环节 不管是常住嘉宾还是飞行嘉宾 一定会先看向自己 但是可千万别小看我们周深 他现在可是思过李承和郑凯的人了 而且他的核心力量也非常的强 小小的身体却有大大的能量 我看以后谁敢说周深了 明明是非常灵活的小白铃鸟 放一个二维码在身上 一扫就是我塑料成哥的底下 还有在舞台上 跟钱雷的互动也非常有意思 周深突然一人属性大爆发 疯狂欺负更爱的钱雷 谁来抱抱他 感觉到他要碎了 三句话就让钱雷当正认错 周深原来欺负爱人 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但周深也没想到爱人是会反击的吧 在第二天的影诚会上 钱雷就拿捏住周深 原来周深是还想要再欺负钱雷一次 但钱雷想了一晚上 终于想出了压制周深的方法 周深这次就算你一喊 会反击前细心 会反击后不细心 昨天不是把话筒给我了吗 今天你还长得一次吗 下面有请钱雷为大家演唱 人事 看我把手机打着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前段时间 就是发给我 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合唱环节了 生米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 就连转音他们都能给你唱出来 说梦到了崩吧 小梅马 一手接着一手 简直不要太好听 因为生米们这么给力 杨周深体验了一把五百老师的快乐 哇谢谢大家 体验到了五百老师的快乐 哈拉猪的好好唱歌呢 突如其来的一声猪小 我真的会笑也 杀雕的本质 你是一点都没变啊 我都不敢想 如果我去周深的演唱会 那会有多么快乐 说到这儿 那就给你推荐一款 非常好用的配音软件 Hello Voice 这个软件可了不得了 里面包含了各种明星 以及动漫 游戏角色的配音 并且非常好上手 只削在文本框里 是有想要的文字 再选择你喜欢的角色 这次言必不立马就过了 还可以切换中英文日语 选择见面 竟然就要贴坏眼了 除此之外 Hello Voice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音色 入不同的台词 形成一个多人气味小剧场 之后想看什么剧情 还不都是手道其难 这个软件果然好用 这位兄台你是哪个次元的 先别管他 这个软件 就是让我用的爱不失手 而且上手也非常快 我已经特别熟练 那我也得让黄黄 给真下载一个玩 如果你还觉得缺点什么 那还可以添加各种背景音 想要的氛围 那不就来了吗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 Hello Voice 除了正常的配音玩 还可以利用它 去听你喜欢的人 唱你喜欢听的歌 亲自毫无违和感 只跟为你开一场演唱会 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那就赶紧扫描屏幕前大维码 体验一下吧 或点击下方评论区 连接直接下载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它做不到的 Hello Voice 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我还发现 周深在唱歌时 也很喜欢改歌词 每次都让粉丝们 猝不及防的被内涵了一波 是个墙头狗 是一只购物剧的事吧 看来众生对粉丝们 有墙头梗梗于怀吧 不过先别说粉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周深的墙头应该也不少吧 所以何必大哥说二哥呢 我也是一个偶尔就是 墙头有那么多的人 邓丽君老师 还有王菲老师 男歌手 像陈一迅 演唱会中途 也会有小插曲 比如卖价子太高 咱们周深够不到 有没有人考虑一下我们周深呢 周深 话疼话疼 我要diss你呀 说起这个都会想起来 之前在综艺上的时候 一时卖价得太高 脑毒乌了 他看一旁的范晨晨的卖价 特别高 于是自己就站过去试了一下 咱就会说 何必要自取其辱呢 晨晨你的麦是真的吗 哦 我有点受伤 不是他的麦居然真的这么高 不过也有话筒非常懂事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轮到周深发音时 话筒就自动下降到周深的高度 果然央视的话筒 是所有话筒记得天花法 看周深的演唱会 你不仅能听歌 还能听到一场精彩的端口相声 随时随地的能跟粉丝互动起来 就在唱歌途中竟然已可以 而且你永远想不到 周深下一局会接什么 这么看来 看了一场周深的演唱会 只赚不亏啊 双口相声当然也有 而且还是跟张绍冈老师打 先不说别打 就这俩人的互动 我跟一个小时都不会嫌多的好吧 而张绍冈老师先是控诉周深 用五张票邀请了六个人 换来的那位只能坐到腿上 你偷出来了五张票 我偷出来了 对偷出五张票 但是你请了六个人 有一位来的最晚的朋友 他坐在我们的腿上 因为张绍冈老师说不出那首歌的名字 那周深就不干了 他要少冈老师说出来才肯罢休了 不过最后也是给他一个台积下 张绍冈老师说出了周深这样 我就不来了 那个大星鱼的那个叫 哈哈哈哈 来给我读一遍 华森孤岛的鸡 还记得在之前的演唱会上 给粉丝录制起床铃声 这也太上头了 但也是真的吵 如果让我用这个铃声的闹钟铃声的话 补出三天周深的黑粉就会多一个 粉丝谢谢 我好像也没那么喜欢周深了 阿家每次看到周深在台上唱歌 老感叹一句他的麦剧 不得不说这简直太行啦 因为这箱惊人的能力 周深还被称为肚气亚歌手 大妈呀的距离谁敢了都要顾一下韩周深是神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书片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